明太子醬挤在大明蝦上 口感更有層次 淋在寿司上面 搭上粒粒分明的白米饭 更是绝配 粘在面包上也很OK 明太子在不少料理中 是提升味道的关键 但你确定 池霞度的真的都是明太子吗 以成本考量来讲 大部分的所谓的明太子口味的东西 其实都是鱼卵 并不会使用真正的明太子 因为两者价差 大概可以接近到五倍 那加上明太子的保存期 也会比较短 把真正的明太子 跟长拿来冒充的柳月鱼卵 放在一起 明太子比较红而冒牌的则是橘色 泡进热水里更明显 明太子的杯水呈现混濁色 而其他鱼卵却融出了橘色的色素 那你如果吃起来会有我们所谓 啵啵啵的感觉 那就一定不是明太子 水产达人透露 真明太子颗粒会比较细 味道浓郁 口感绵密 有淡淡的鱼腥味 由于含有大量蛋白质 放到热水里面会变混濁 而假的明太子颗粒比较粗 没什么味道 口感比较脆 放到热水里面会融出色素 水产达人透露 不少业者会为了省成本 大部分会使用染过颜色的 柳月鱼卵或是虾软 来冒充明太子 这早就已经是业界公开的秘密 建议民众购买之前 仔细看一看 闻一闻 就能分辨出真假明太子 华世新闻 蔡孟静谢玉昕 高雄报导